昨天在小镇上过了一夜 还是蛮舒服的 睡觉挺舒服的 很凉快 终于感受到不是夏天了 过来白天还是蛮热的 还是武装三天套 口罩墨定和小草帽 还有和修套 翻到前面这座山以后就有草原看了 在旁边有个菜场 又是屯菜 白天也太上山 可以待好久 所以白天也还是热的 白天也是热的 我们要上山了 山上的天气就还不错 蓝天白云 越往里面走 天色越蓝 这边有一个安徽 农贸市场 还有步行街 看一下 有没有啥东西也可以买一下 阴阳地方是真凉快 太阳地方是真热 那里面像是美食街一样 那这步行街啊 真的像菜场一样的吗 这里有牛羊肉 牛羊肉的一个价格 75元 我们弄点牛鲤鸡吧 牛鲤鸡 一公斤 一公斤差不多就够了 这边买点水果 西瓜怎么卖的 西瓜 西瓜四块 西瓜四块 还有羊角蜜 羊角蜜 羊角蜜是哪里的 羊角蜜是哪里的 羊角蜜是内地的 内地的 不行了不能放了 不能放了 拿这个 拿这个 多不多这个 行 西瓜了 西瓜不用了 这哈密瓜十三的 十三一个 十一块批发的 卖十五块本来 都有点坏了这个 这个应该要了 这个 对 好像都有 拿香蕉吧 就像香蕉吧 羊鸟蜜要不要 不要 不要不要 内地的不要 是新疆 香蕉也是没啼的 羊鸟蜜要吃 应该就吃新疆的 羊鸟好像哪里 熟了 熟了我知道 他这两天 那羊鸟蜜要吃的 都要吃的 呵呵 都没吃的 买点菜 再买点那个 还有水稻呢 新疆你不得吃那个 吃那个奶的奶制品 那件啥呢 就这个 就这个 酱温 这个好吃啊 一不贵 多少钱一个 三不贵 三不贵 我把两个 好吧 我把两个老冰棍 哪个老冰棍 老冰棍 这边是老冰棍 这个是本地的吧 哪个是本地的 本地做酸的 那是本地的 那这个啊 那这个本地的 那两个尝试一下嘛 是吧 来来尝一尝 你没吃你这么多 它好好吃 这个什么 这个多少钱 这个几块 四块钱 难怪 三个九块 其他三块 别看那包装剪了 对 用料足啊 哈哈 一二三四五 好 白天雪糕背着啊 今年应该是我们第一次买雪糕啊 吃一年啊 吃一年差不多了 到山上 可能就白天给人吃两个啊 嗯 天啊 哈哈 快走快走 回去把它放起来了 不要画了 不要画了 白买了 我觉得那个本地的奶制品 那个 我觉得本地的那个雪糕 肯定好吃 那个 那个 什么 你看用料 火焰山上面吃的 边吃边画 哈哈 有可能是 哈哈哈 应该能去火焰山吃一吃的吗 嗯 嗯 吃冰棍了 哎呦 热不热啊 哎呦 又来找我呀 找我呀 你来我还吃一口 我煮一口 早吃凉啊 妈妈也喜欢吃冰棍了 能吃了吗 就冰到了 涼不涼啊 下次我们自己做冰棍吧 嗯 还没关冰棍 挺会吃的 冰不冰啊 啊 冰不冰啊 怎么吃冰棍这么搞笑的 小口一点啊 别冰到了啊 舔的是吧 用手头舔 边吃边掉 好了 我们现在准备去上山了啊 再往前面走个 一百公里吧 那山山就特别凉快了 这边一到下午就刮风变天了 刚刚还挺大太阳的 又是一片绿洲啊 隔壁太多的绿洲 哇 有 有 这个沈道上啊 一路啊 都是这个 像丹霞地貌一样的 蓝天白云 这个就是山上了啊 我们出来 捏了捏了 看前面的那个风景还不错 我们下来看一看 又到了这种广阔乌云的地方 而且呢 最主要它 不热这里 吹的过来的风呢 但是凉快的 爬到了一个小汕头 这里 登高望远啊 哦 好舒服啊 情不知情就想大喊一声 上面这个风还挺大的 这个电线啊 特别刮掉了 刮早了 看一下 山上的这个天空就是好看 漂亮 在这边航拍一下 我感觉风景还挺美的 嗯 你去哪里都美啊 是啊 只要上山就好 就美 我想说这个狗子好聪明 躲在你后面 就是 真的是 啊 你看他来拍视频了对吧 哎 哎 好好 拍一拍 一起配合的哈 拍一拍 这个躲在后面 好聪明 来 我们进一个镜头 嗯 好聪明 梁羽狗走到这边 没想到下面还有一条河流呢 这里的风吹起来真的是 一点都没有热浪 特别的凉爽 也不是特别冷 嘿嘿嘿 看大白 哎呀 消息息了 这边坐一会儿 这边都太凉了 好舒服 哎呀 你看那 你看那 哎 哎呀 这里也能找不到 哎哎哎 你这里能跑得动啊 我要去 你看见啥都想跑哦 看到那里阴凉 跑一跑 是啊 你看看它热了 那我们回去吧 给大白喝点水 哎呦 笑死我了 好会找位置 哎 大白只要有硬阳的地方 大白都能找得到 这就是动物啊 天生的这种嗅觉啊 这果然下雨了哦 这不属于吐鲁班了吧 差不多吧 吐鲁班和巴州的交界吧 说到吐鲁班就下雨了 我就问你 再开个 几十大几十公里 有草原你信不信 雨都下下来了 有可能吧 这边小绿洲 有河的地方就有绿洲 干嘛呀大白吹风 你感冒了吹风 这里打喷嚏了 打喷嚏了 冷啊 外面风太大了 哎呦 都打喷嚏了 快回来 快回来 大家知道吹个风 这风是凉的了 难怪阿白打喷嚏 涼色收了外面的风 你看我说大白是不是太冷了 跟我一样一吹到风就怕凉了 你们家这里海拔多少吗 海拔多少了 两千 两千啦 比南山还要冷 这里还有这么个海拔高的地方 外面有好多羊 看没看得见 不仔细看看不见 你看跟个石头一样 刚说有草原就来了 真的是 上面是光秃出了山 下面是草原 真的是穿过一片大戈壁滩 过来就是一片草原 应该就是飞一座山 在这个省道旁边啊 有一个很漂亮的地区 停车场啊 你看这边有小亭子还有停车位 后面的风景呢也是大草原 挺美的 但是我刚刚尝试了几次啊 尝试几次 想把车子开上去啊 这边有个大石头嘛 和那个间距刚好 后壁我过不去 后壁我过不去 是啊 刚刚的话就是勉强试了一下 这个车子后面啊 刚好卡到这个螺丝 那这个螺丝卡到了 没有避到车子就碰了一点点 这个螺丝 螺帽 进不去 尾巴进不去啊 他那个停车场修的我感觉 稍微长一点的车子都进不去啊 只能说是 对小车应该是可以勉强吧 小车勉强从那拐进去 有点不对 前面还有一个小停车停车场 和这个是一样的 你带来这里也就是开个口子不就好了吗 对吧 少个十顿五度能进得去 哎呀这也尴尬哈 风景算美 但是这个 但是这个停车那就是没法停也没办法 往下面再走吧 走几十公里 好像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开阔一点的地方 走吧 哎呦 再往前走走啊 这里环境是不错啊 大山里的 啊进去我们再往前走一走吧 想找个地方 这个地方避暑肯定是够的 凉凉的 走 大山快要落山了 我们呢终于找到了一个好的位置了 这里呢 环境也不错 海拔也挺高 有三千的 特别的凉快 旁边还有这个小河流 远处还有雪山 南天 白云 能不能 这里也会不会再中暑了 不会了吧 这里不会 能感冒吧 哈哈哈哈 好了 找了一天了啊 终于找到一个合适的位置 我们打探在这边呢 多待几天 大人在这边也可以尽情的吃草啊 是不错啊 挺好看的 都让我想到的那个西藏了 如果这边山上啊 在有点树的话 这个地方呢和那个独库公路啊 应该就很非常非常像了 哦 冷不冷啊 从四个海拔到三千海拔 都有一点晕 是吧 行 那我们就早点休息吧 今天我们在这边早点休息 先累啥了 试一下这个三千多的海拔 明天 明天可以好好的这边玩一玩了 看一下这个 草原 湖泊 还有雪山 漂亮 漂亮漂亮漂亮啊 好看 还有石头 嗯 哈哈哈